视频观众朋友你们好 我的名字叫王文 我是居住在犹他州盐湖城的地产经济 今天呢来带大家来看一套 我们这边盐湖城非常优美的一个犹他湖 这套大别墅豪宅呢是盐湖而建的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它还在Framing 那么这样一套房子它占地呢是0.23个英亩 室内面积是5771尺 然后呢它这套房子豪宅的特点是整个二层楼 就是个非常大的一个卧室 非常的漂亮 它有个二楼有个非常大的舞台 那这套房子呢它价格是289万9千 小区呢是非常好的一个小区 然后呢它是每个月有一个100块钱的物业费 有小区有会所游泳池健身房等等的一些设施的使用 然后去年年地税我们知道游泳池的房子啊 又特别的大价格特别便宜 而且呢年地税呢又非常的低 那去年年地税呢是2500块钱这么大的占地的房子 那如果大家对这样的房子感兴趣的话呢 那就请看下去吧 再给大家看这小区 我们看这小区是非常漂亮一个湖景的房子 然后小区的房子也特别新 然后都是非常大的占地的这样一栋一栋 而且房子和房子之间的间距非常宽 就意味着你跟邻居的这个房子间距非常宽呢 是具有一定的私密性的 然后这里呢 犹他county呢也是我们这里就是磨门叫嘛 然后它是非常安全 那么犹他之后呢 也就是我在视频里反复重生多遍了 就是说它是全美非常安全的这样一个州 top3前三的最安全排名的最安全 就是完全没有这种安全的问题不用担心 我们看这对面的房子都很漂亮一撞撞 然后这旁边的都很好看 那我们看这里呢 就是我们今天要看到这样一套非常高的这样两层楼 加个workout basement地下室的一个大别墅 那它地下室呢也是一个斜坡 利用斜坡的优势呢 可以就地下室完全是一个敞亮的 在地面上的这样子 就这里看的是两层楼 那到背面看就是三层楼 那在我的左手边呢 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正门的这样的一个入口处 那房子呢freaming已经freaming好了 然后还没有里面还没全弄好 但是现在给大家看一下 它这样子的一个框架 然后在我右手边呢 这里就是三个车的车库的位置 给大家看一下 它是两个车的车库呢 是正常的高度 那这个比较高呢 这个是停RV的 是停那个房车的 比较高的 或者小船也是可以停 然后我们看它这边呢 也是非常宽的这样一个driveway 然后这里呢 就是我们非常有名的 就是油塌湖了 所以它这套房子呢 就是景色非常漂亮 它的客厅呢 是朝着油塌湖的 那现在带大家进去 video tour看一下 它里面的大概的格局吧 因为房子没有弄好 所以说大概可以看一下 它到底是怎样一个layout 从车库进去呢 那这里呢 嗯 就是我觉得这里应该是 半个卫生间的位置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或者是个洗衣房 或者 这里是卫生间吧 反正有一头是卫生间 然后呢 这里就是非常一个大厅 很漂亮的 看到吗 这就是很漂亮 一个很舒服 这里真的是感觉从窗户看出去 感觉就是像一幅画一样的 那我现在这个位置呢 这就是dining room owner在这边吃饭的时候 可以欣赏这个我们油塌州的湖景 很漂亮 这个湖很大的 很大的一个油塌湖 然后这个山也很漂亮 雪山 油塌州呢 前几个礼拜又下过雪了 所以我们这边的雪呢 差不多要到六七分才能全部化掉 然后这里湖的另一边呢 就是像vineyard 然后呢 一部分 oran吧 对 然后dining room 这里呢 就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pantry room 食物储藏间 那kitchen就是在这个位置 这个管道就是island 就是导台 然后kitchen就是这样一个转角的这样一个l型的一个大的kitchen 这样子 然后我们看这里就是个family room 很大的 他现在做壁炉 挑高 很漂亮 这里呢就是个巨大的deck 很漂亮的一个deck 到时候弄好了 我们看对面这个邻居旁边的邻居啊 他们就弄很 他们那个房型就是非常的现代的那种 他们就这样子deck 很漂亮的 相当的气派 这样子 二百八十九万九千的这样一个号宅 很大 他一层楼呢是两千多尺 地下室是基本上三千多尺 从这个角度看一下 我天呐无敌了无敌了 无敌了 这个拱这个半圆的拱门就是入口处 然后这里呢是一个套 不是套间是两个房间 我看一下这个 这应该是两个房间吧 但这个是套间 他的门是在那头 所以他的房间也特别大 这是客屋 脚里面一个full basso 是在这里 那这就是一个套间 那旁边呢就是个study room 书房 书房是在这个位置 顶呢也是这种斜三角 有没有写 对 像教堂式的种地 然后他的主卧呢是在二楼 那么就是说他二楼整个二楼啊 呃 他都是一个主卧的空间 然后二楼还有个非常大的一个露台 deck 但是他这边好像楼梯还没有搭好 那我就不上去拍了 反正他二楼的面积是差不多一楼的五分之二吧 挺大的 二楼挺大的 大的很豪华的一个bathroom 然后很豪华的一个 这样一个deck 当视频帕里半接到Agent电话 他跟我说是 今年啊 今年五六月份就能完工了 我说这么大套房子 内部装修两个月就能搞定吗 他说五六月份 所以我说现在都要三月底了 好 那么二楼我就没有办法上去拍了 这个楼梯也挺 有点抖 我们这样子吧 我们去地下室看一下 地下室是可以的 然后这地下室呢 是我call basement 然后你看这个大窗 当时非常的漂亮 下去给大家看一下 我的第二楼堤 是第一楼直脑的hare 我不ят没落筋没落筋 我也怕没落筋 他们的叫 他是主意的叫 你团队 真有 proteg ... 宏盘 你们有灵路 Chang 真的可以走 lady 你走着 你走呗 然后对 mate 他说这个楼梯是叫什么floating啊 呃 腾空的那种我也不太清楚 不知道有没有以前见过 反正是那种也挺好奇的 到时候我也可以过来再拍一下 两三个礼拜完工 我们看这就是workout basement 这里呢 就是个非常大的一个family room 很大 很漂亮的这样一个很大光线很好 完全就是一楼的这样子 里面就是个叫个cold room 哦不叫cold room 对他地下室这个是家庭影院 他地下室呢会完工家庭影院 他这个就是家庭影院了 对一排排的这样子 它有个小放置 咱们看到一个小放置 十尺左右各边十尺十二尺 这是一个放小船的 哦他直接可以开到这个水上去很哑的 这样一个就这样子 其实你有一些塞的哑的跟那个 这边差不多就这样子的吧 不特别大这个鸭 但是你这个鸭的是有的 他弄好以后呢 这房子呢就出来一点呢 就是说那边出来点 就这样有一个yard 那他到时候这里全弄好 这边有个塞的就是步行道 居民的步行道 然后船可以有开到湖里去 我们看一下这个房子的背面 很大气的一个独立屋 这里看呢 背面看就是三层楼的 这样子的一个构造 就很漂亮的 但很可惜他还没有装修好 大家还不能够看出他晚工后的样子 但是可以看到他现在能看的就是他这个房子layout格局 我相信他因为他这custom builder嘛 他是怎么说豪宅量身定制屋 但是他里面很棒的一定是弄得很很漂亮 很让人叹为观止 的这样一套大房子 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视频内容了 如果您的这样子的房子在犹他州 这样子的房子 不管是豪宅也好 居民屋也好 投资房也好 感兴趣的话呢 欢迎与我取得联系 我们这边塞里我走上来 就他这房子就不管正面侧面背面看 都很好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